有国标舞女王之称的艺人刘真2020年2月做心脏手术,却在过程中心脏骤停,紧急装上叶克膜抢救,仍不幸于3月22日病逝台北荣总,享年44岁。 而她的老公辛龙先前传出决定终身不娶,让外界对于夫妻间的感情相当动容。 对此,名嘴吕文婉在节目也揭开她终身不娶的内幕。 日前,吕文婉在节目中透露,新龙从刘真进到医院后病况每况愈下到离世,其实很少说过话,甚至连刘真离世后,她也透过吴宗献发声。 所以这个所谓的说我终身不娶,其实很明显的是,新龙不可能讲这个话。 她表示,在刘真羽化的前一天,新龙被拍到在灵堂铁门拉下来的沙奈痛哭。 怎料,隔天刘真准备羽化时新龙却未到场。 此举也引起外界猜测。 有网友挖出台湾殡葬业的报道,提到依照以前的习俗夫妻不相送,若未亡人当天到场代表这辈子可能会再娶、再嫁。 相反的,若未到场则代表忠贞不疑。 但吕文婉强调,这只是引述并非新龙亲口所说。 简单,规律的生活,是我和女儿最大的快乐。 新龙提到,女儿就读国际双语国小。 虽然自己有说过,读书不要有太大的压力,但女儿每次考试的成绩都非常优秀,时常得到满分,让新龙觉得非常欣慰。 认为,女儿喜好学习读书的个性,一定是遗传到刘真。 最后,新龙也表示我是第一次当爸爸。 我希望我做得够好,我是爸爸,也学着当妈妈。 短短的影片中,倒进了对于爱妻的思念,以及女儿的期许。 不少网友看完,也感到鼻酸,纷纷留言表示加油,你们会很好的,新龙加油。 你很棒,真的很棒,要一直好好的。 加油加油,好感人,加油。 刘真从小练习芭蕾舞,12年的练舞经历让她有着深厚的功底。 但长大后,她没有成为专业的芭蕾舞者,反而听从家里的安排,成为了银行职员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遇见了国标舞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她将自己所有的经历投入到了国标舞中。 一直就是乖乖女的她,不顾父母的反对,辞掉金饭碗,开始自己的舞蹈生涯。 看上去娇滴滴的她,默默熬过了练舞时,经历的各种伤痛。 她开始征战各大舞蹈比赛,并收获了大大小小的奖项。 出色的舞蹈实力,再加上娇好的外貌,这让刘真得以在演艺圈闯出一片天。 如果刘真是个保守的人,那她不会拥有后来的灿烂人生。 如果她保守,她也不会几次三番地上,康熙任由小S蹂躏她。 她骨子里就是具有冒险精神,娱乐精神的大胆派。 这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她会执意要选择风险高的微创心脏手术,这么多年她都赌赢了,谁也没想到会在最关键的时候,输了。 过农历新年的时候,刘真还穿得美美的,和好姐妹一起聚会。 半年后,完全看不出像个生病的人。 回首刘真一生星土起伏,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主持、演戏等方式认识她。 她也曾因为在综艺节目中娇滴滴的娃娃,因备受吐槽。 也曾因一身绚丽夺目的国标舞技,被封为台湾舞娘。 但这些其实都不比她的情史来得多姿多彩。 学芭蕾十二年,十八岁就开始跳国标,和大多数人灰头土脸的少女时代不同。 刘真从小到大都是光彩夺目的存在。 中学就读师大附中,大学考上国立政治大学,都是响当当的名校。 当然,她本人也一直是男孩子们庸促的那个女孩。 作为校花,刘真被追求的故事,至今,被校友们津津乐道。 比如早上升旗时,有男生经过刘真的班级时高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对她是爱。 再比如有男生,为了吸引刘真的注意力,将五十包,零十串成一串,挂在她的教室门口。 还有男生为了追求刘真,每天送她一朵玉金香。 买花的钱,由班里人每天赞助一元。 面对众多追求,刘真,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学习上。 因为她真的是从小就听话的乖乖女。 妈妈叫我念书,我就乖乖念书,尽量做到成绩,让她满意。 刘真曾说,上了大学后,追求她的人花样更多,情窦初开的她,也曾被渣男伤害过。 大一入舞社因为被学长邀请跳最后一支舞,刘真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段恋情,不过是她单方面承认的恋爱。 一次舞会南方爽约后,她才知道对方其实有女朋友,但两人其实已经牵过手,刘真的初吻也献给她。 她曾在《综艺大哥大》中谈到这段感情,两人交往了两年,刘真甚至已经想到了结婚,最后却因为她对国标的热情太浓分道扬镳。 在她23岁那一年,刘真放不下对舞蹈的热爱,逐渐放弃在银行的工作,在舞台上展露头角。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缠绕她身边的绯闻越来越多。 2003年,刘真与她的已婚舞伴王洪如爆出不轮。 新闻爆出后,她当即解释两人只是同事关系,但两人的绯闻却并没有因此被中断。 同年,刘真又被爆出和某集团董事长唐成很有交集。 因为唐成生前是国标舞大使,更在1995年,跟刘真为了澳洲国标舞的表演,频繁被发现在一起练舞,因此被传《忘年之交》、感情成迷。 2005年,唐成病逝,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。 刘真低调出席,却一直不愿对外多谈两人关系。 同年,在纪念国标舞大使唐成先生晚会上刘真做了引言人,还现武之意。 2008年,刘真更被爆搭上肖亚轩的混血前男友李安卓。 虽然这些爆料都没有实锤,但也能看出刘真的异性缘真的好。 众星捧月,许多人都以为刘真会嫁入豪门,至少也是男才女貌。 但刘真,直到将近四十岁,才觅得真爱,另一半,还是个,其貌不扬的三线歌手。 刘真自己也曾在博客上洋装抱怨,那些长久以来追她的男生都失算了。 原来,通关密语这么简单,就是理个大光头就是了,搞什么鲜花气球的瞎忙活一场。 但事实上,星龙给了她一辈子的鲜花气球。 刘真喜欢夏威夷,她就为她砸下千万台币办了一场海岛婚礼。 刘真曾说,她不是有几个亿的人,但她还是做了这些事。 刘真喜欢小浪漫,她就为她制造惊喜。 他们有一个,自己约定的节日,那就是每个月的二十二号,都要过一次双双节。 星龙每次都会为她,准备不同的礼物。 刘真爱美,去世前都穿着粉红色的衣服,所以星龙为她办了最别致的葬礼。 灵堂也不支撑她喜欢的颜色。 刘真曾经上节目坦白为什么会接受星龙。 她表示自己有很多追求者,但星龙是唯一一个向自己直率地说明心意的男人。 而且,虽然星龙外表粗眼,但内心其实非常细腻,会给刘真做爱心便当,炖营养燕窝,还会亲自送刘真去舞蹈教室。 她的真诚与直率打动了刘真,两人结婚后也成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。 刘真还以四十岁高龄产下女儿妮妮,一家三口曾经十分幸福。 后来,刘真意外查出心脏有问题需入院紧急治疗,而且还需要心脏开刀,因手术发生特殊状况,紧急装上叶克膜续命,排队等待心脏移植。 刘真在抢救三十三天,无效后身亡,终年四十四岁。 而刘真老公心也透过医院证实了这件事,发新闻稿称,因为刘真因为脑压过高,要是无医,不幸事事,并对这段时间各界的关心与鼓励和医疗团队努力表示感谢,恳请大家谅解自己的失联行为并致上诚挚歉意。 其实,据知情人士透露,刘真脑部多次开刀后因为无法消肿,所以她的情况并不好,且意识也不清楚。 该知情人更透露刘真去世前几天的最新状况,是传出每天都送开刀房清创,且可能因为心事辅助器续命的副作用下,看到的人都觉得非常可怜。 梁静如在个人社交发文称,很不舍。你的生命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美丽的画面,美丽的舞步。你成就了世界某一处美丽的风景,谢谢你为世界带来的舞蹈,美丽的熏陶,谢谢你,一路走好。 关影也发文称,很悲痛,希望天堂再也没有病痛一身轻,刘真能在天堂继续曼妙舞姿。刘真的一生,短暂却绚丽,值得被记住,也希望生者能记住她生前的嘱咐。 你曾经说过人世间所有相遇,都是久别重逢,人生无常,把握当下,且行且珍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